请听小说《仙逆》第1321章 第三部的割膜 蓝丝族所在星域 其圣修真星大都有梅雨季节 那连绵不绝的雨水如涓涓细流 有时更如倾盆大雨从天空落下使得大地湿润 这样的雨季往往要持续半年时间才会结束 而后各自不同的修真星上会迎来不同的季节 亡灵感悟神通的修真星在近七个月的雨季之后出现了冬天 这种雨季之后的冬很动人 大地更是刚刚湿润透彻 就立刻被一片片雪花与寒气冰封 走在上面就可以清晰地感受到阵阵冰冷的气息 从大地内传出顺着双脚钻入体内 就连血液似乎也都被冻得流转缓慢下来 对于凡人来说 这样的季节很是可怕 只不过这蓝丝族修真星的凡人 已然习惯了这样的气候 尤其是有蓝丝族修饰的帮助 年年如此倒也没有太多的艰辛 甚至一些粮食也大都是在这样的冬季生长 越是寒冷 收成就会越好一些 雪花飘飘 冰封千里 弥漫在天底之中 很是美丽 王林所在的山峰此刻也成为了一片白色 好似雪山 只是不多的几处雪面下 透出的黑色山石形成了点缀 诉说着此山本来的颜色与记忆 等待冬季的过去 山峰顶部 雪面很厚 旗上一片晶莹没有半个脚印 王林依旧盘膝坐在那里 闭着双眼被雪盖住 半空中 那冰箭与漩涡小球始终漂浮 雪无法落在旗上 刚一接近就立刻被绕开落下 明雾了翻天印之后 王林在这山峰上又滞留了四个月 直至进入这冬季 第二世神通光影盾 其上蕴含的凝聚光芒之力 很是模糊 王林在不断的推演下 也总是摸不清头绪 蓝梦道尊施展此世神通的一幕幕 在他脑中不断地回答 这一日 王林睁开疲惫的双眼 睁睁地望着身前的鸡血 喃喃自语 我残夜之中也有光 有初之规则 只是那种光是从焦阳上散出的 而蓝梦道尊的神通与初之规则 没有任何联系 凝聚的是这天地万物 一切生灵的光 这种光到底是什么 王林沉默中神石散开 以至山峰为中心 向着四周慢慢地散去 在他强大的神石内 他好似化身千万 向着四面八方走去 他看到了一片片白色的山峰 看到了大地的积雪 看到了一座座冰封的河流 更看到了漂浮着冰块的大海 他看到了凡人的都城 看到了一件件巫舍内的凡人 长着灯火 环绕在火炉旁 那一幕幕温馨的人声 他看到了富贵之人的锦衣玉石 看到了凡千皇族的奢华 看到了这修真心上存在的 蓝丝族修士 更听到了从他们手中奏出的 一曲曲美妙的音律 他看到了从天空飘落下来的雪 看到了冰封的河水下 一些喜寒的鱿鱼 看到了寒冷的大地上 那一片片在冬季生长的植被 他看到了那朦胧的天地中无尽的星空 看到了寒风 看到了雪的晶莹 他还看到了一些在这冬季下颤抖的小兽 与冻死的枯骨 他看到了一切 渐渐的随着亡灵神石的弥漫 整个修真心全部在了他的心神之中 默默地望着 默默地观察 默默地成为着天地的一部分 直至着冬季缓缓地过去 直至大地的雪 有了融化的迹象 不知何时期 昂灵看到了光 他从一个凡间的三口支架中 在那温馨的亲情下 他看到了一种让他很温暖的光 这光很弱 好似风一吹就会暗下去 但却真实的存在 慢慢地 他看到了更多的光 他从两个恩爱之人身上看到了光 从富贵之人身上看到了光 即便是那死去的骸骨身上 他也看到了光 那光透出悲哀 透出不甘于挣扎 他从一只只小兽身上 也看到了光吗 这世间万物全部生灵都在这一刻 均都散发出光芒 山 河 海 大地 天空 万灵 全部都弥漫着微弱的光芒 就连那星空也有璀璨的星光散出 被他渐渐看清了 在他的心神中 这修真心的一切全部蕴含了光芒 这些光芒渐渐的越来越多 如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样 弥漫在了汪灵的全部星神 他睁开了双眼 在其双眼开合的刹那 他神石弥漫下看到了一切光芒 骤然凝聚而来 从四面八方疯狂的来临 环绕在其身体外 大地 天空也有光芒散出 草木 山河光芒不断 星空之中更是有星光来临 甚至就连汪灵盘膝所在的山峰 也散出了光芒 这些光芒环绕越来越多 最终使得亡灵好似成为了一个胶羊 那万丈光芒下渐渐化作了一个巨大的光影 这光影在外 亡灵在内 他眼中露出了明雾 只是这明雾内还是有一些迷茫 是生机吗 他沉默中右手抬起向前一挥 光影消散 光芒消失 一切恢复正常 他始终还是没有彻底的明雾 这光到底是什么 隐隐的总是有一股隔膜在阻止他继续的明雾 若不打破这隔膜便永远无法知晓 亡灵并不知道 这隔膜是一个修士通向第三步的大门 这种隔膜能感受到这极为少见 而感受到之后 有生之年可以打破者 更是凤毛麟角 蓝梦道尊传手的三大神通 自有其深意 随着光影消散 亡灵的目光再次落在了那始终漂浮在半空 一如当初蓝梦道尊离开时 没有丝毫变化的兵剑与漩涡小球 望着这两样物品 亡灵深深地呼出一口气 三世神通只剩下最后这道树 他右手一抓 那漩涡小球飞来 被他拿在了两指之间 双目如炬凝光起来 这漩涡小球是蓝梦道尊 以那道树融合的 凝聚出了一种比之呼风唤雨 更为强大的神通 化作一界 这种凝聚融合的力量 就是其想要传授给亡灵的道树 仔细地观察着两指尖的小球 亡灵眼中渐渐出现了 继五道本源 这五道本源 彼此循环在他瞳孔内旋转 一丝丝无形之气 从小球内散出 直奔亡灵双目而去 渐渐地 那小球越来越小 数日之后 漩涡小球是彻底的消散了 亡灵闭上双目 默默地感受起来 道树与神通完全不同 神通也好 法术也好 均都是一种可以说清 可以道明的形态 无论是攻击还是防守 都可以看得到 如翻天印 如光影盾 这一切都是可以看到 可以化作形态之术 而道树 则是无形无影 说不清道不明的一种奇异之术 亡灵一生接触过的道树 最早便是在七彩界内的老者的道销 此书无法抵抗 在那道销之术中 若非是极静于天意 亡灵无法抵抗 他第二次接触的道树 是在封界之主的帮助下 进入道境那数年 感悟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道树 此书同样很难说清 而且并不完整 但却可以让王宁的悼念化作了一股诡异的波纹 伤敌于无形 妖宗裂缝战场外 妖宗长老都不知不觉中受创 可见一般 眼下是他第三次接触道树 心神沉浸在了一种奇异状态下 在这状态下 他隐隐有了一种 可以把任何神通 任何物质改变的意念 相比于前两个神通 这道树对于王宁来说 似乎并不需要太久的迷雾 道树往往就是这样 懂就是懂了 不懂一千年一万年也不会懂 逼着双目 王宁右手虚弓一抓 那冰剑瞬间来临 落在了王宁的手中 他拿着此剑 尽管没有睁开双眼 但是在他感觉自己抓着的 不是一把剑 而是一片云 随着他的感受 那冰镜内传出咔咔之声 其上骤然就有大量的裂缝出现 片刻之后 砰的一声爆开 化作了一片冰镜 那冰镜环绕在王宁的右手 旋转之下 冰镜诡异的融化成了一滴滴雨水 雨水成为漩涡 急速旋转起来 一一消散 成为了雾气 那雾气如小型的风暴 在王宁右手呼啸 渐渐的雾气消散 取而代之的 则是一片白云 王林的手拖着白云 向前一挥 那白云缓缓升空 向着远处飘去 王林睁开双眼 望着那天边远去的白云 脸上露出了笑容 此处可以融合神通 眼下我第一个要融合的 就是缩地成存 此神通尽管强大 可以瞬息无尽星空 但却有一个致命的缺陷 那就是一旦天地原力被扰乱 就无法施展 那白云女子在蓝丝组外停留 我又将其彻底甩开 我才可以在这太古星辰内斥炸 吸收足够的香火 把我五道本源尽最大的可能打成 火雀族之火 闪雷族的雷 这一切都将是我本源打成的养分 甚至这太古星辰之民 眉心的印记也有诡秘之处 似乎相互之间可以吞噬 不断地向着某种完美进化 我更想知道的 是那善事阴谋的长尊 属于太古哪一族 王林目光闪烁 他处空间内有 月氏族白发长老的元神 一切的答案将在那老者的元神内找到 小说仙逆 第1322章 一遍 时光流逝 蓝丝族的春风吹过大地 万物复苏之时青草弥漫 芳香飘渺 就连天空也一片蔚蓝 长久不变 王林所在的山峰 他在数月的明雾融合之后 这一日从入定中醒来 在那荣之稻树下 王林的缩地成寸 不断地与天地融合 更与其自身融为一体 尤其是他取顺仪挪移之意 空间与天地重叠之年 把这缩地成寸 不断地推向一个又一个巅峰的变化 睁开双眼的一瞬间 王林的双目内云烟扫过 折射蔚蓝的天空 更蕴含了宇宙星空 缩地成寸的破绽 在于融入天地前的不稳定 原力的变化会使得此树被打断 但眼下在王林的融之倒数下 他慢慢的把这一破绽弥补 以自身为天地 引动缩地成寸神通 进入融入真正的星空 而自身不变 过而即使四周原力紊乱 只要其体内天地不动 则不会影响缩地成寸的视察 这种神通的改变 是王林专为自己准备的 他右手抬起向前一挥 骤然间所在山峰四周天地之力 顿时出现扭曲 化作了一片波动 就连阳光落在这里也纷纷崩溃 若是以往在这样的原力搅乱下 他无法施展缩地成寸 但眼下 王林双目一闪 第一次站起身子 向前迈出一步 瞬息间 其身影好似瞬移 骤然消失 片刻后 在其消失的位置 王林幻化而出 他眼中露出喜悦 重新盘膝坐在原处 大袖一甩 四周混乱的天地原力 立刻消散 恢复正常 阳光落下 不再崩溃 此处尚算小成 尽管还是有些瑕疵 因把缩地成寸 融入身体内 在解除了其破绽的同时 却多消耗了一个 自身原力的限制 以我的秀为一口气 可以施展数十个缩地成寸 但之后必须快速地 补充体内原力 虽说如此 但却也极为实用 最起码眼下应该 含有可以阻止我施展此数者 王林自语中 抬头望着天空 其目光隐隐 穿透而出 透过星空 落在了蓝丝组外 许久之后 王林收回了目光 不可能永远地 停留在这蓝丝组 这太古星辰 我还是要闯一闯 眼下缩地成寸 已经融合 拥有了顿走之力 接下来 不要把我全身的神通 均都融合一番才对 尤其是白凡之数 王林沉吟当中 莫属自己一生所学的神通 定身术伴随其一生 白凡六大仙术 就他数次危机 还有其自创的残业 刘悦二世 现在更多了 蓝梦道尊所传 翻天印与光影盾 呼风唤于在蓝梦道尊的帮助下 已然融合成界 事展开来 攻守兼备 但这只是两世神通融合 若能够把洒头成兵 也融进去 其威力 王林目光一闪 怦然心动起来 右手抬起一指天空 王林双目露出奇异之盲 幽光弥漫 却是其指尖之上 那呼风唤雨融合而出的 漩涡小球骤然出现 这漩涡小球不大 但任何一个亲眼看到的修士 都会有种其内 蕴含了乾坤的感觉 这漩涡小球就如同一张大稿 出现之后呢 不断地吞噬着一切 一旦展开 就是一界 这是蓝梦道尊帮王林融合的 可谓是极为完美 没有半点瑕疵 威力无穷 撒斗成兵 王林张口吐出风仙印 此印一出 就有轰鸣回答 随着王林袖子一甩 金光闪烁下 从风仙印内 骤然就有无数战魂幻化 阵阵凄厉之后弥漫 那一个个战魂神色猙獰 散发出滔天的凶眼 在其内 更是多出了不少太古星辰之民 其中 除了那封界阵法外 数百个修士 还有大量的越士组织人 甚至这一路上 所有被王林吞噬的 太古星辰修士 全部都在 太古星辰修士 眉心均都有印记闪烁 此刻幻化在封印当中 可以让一切看到这心神一阵 盯着风仙印上 两千年来被其所杀的所有生命 王林左手抬起 立刻掐决 化作大量的印记 一一落在风仙印上 这风仙印骤然积极闪烁 一冲之下 就与那漩涡小球相容 只是这种融合 刚开始伤害无碍 但片刻之后 就出现了极大的排斥 好似水火不容 根本就无法融合在一起 王林眉头一皱 张口喷出 元神精气 化作一片白雾 把漩涡小球与风仙印包裹 更是神识散出 强行让其融合在一起 在其元神精气与神识之下 那漩涡小球与风仙印的排斥 被生生的压下 两者开始了融合 王林一指 盯着其变化 时间缓缓的过去 渐渐的 风仙印几乎完全的融入进了漩涡小球内 就在王林内心松了口气的刹那 他突然面色一变 整个人毫不犹豫 身子向后一挥 双手掐掘 向前不断的拍去 形成了无数防护 瞬息间 那融合了风仙印的小球 是骤然闪烁 散发出一股股毁灭之力 轰然爆开 在其爆开的刹那 王林已然后退很远 大修一甩 全身修为疯狂的散出 死死的遏制着漩涡小球的魔法 于此同时身子一晃 带着那将要轰然崩溃的漩涡小球 指地缩地成寸出现在了 这修真心外一片星空之中 接近蓝丝族星域的边缘 从他身影出现在星空的瞬间 那漩涡小球的崩溃再也无法停止 化作了一场风暴雨 震惊星空的轰鸣 骤然传遍整个星域 那轰轰之声化作的音浪雨冲击 吹动王林全身 形成一股无法想象的毁灭之力 好似在星空掀起了怒涛海浪一般 轰轰之下 一股生死危机在王林心神疯狂的弥漫 他毫不由于双手一挥 星空无尽光芒幻化 直奔其身体而来 一个巨大的光影 骤然就出现在了王林的身体外 那足以毁天灭地之力来临 与他身体外的光影碰到了一起 轰鸣不断 声响惊天动地 那所有的毁灭之力 在这一刻全部冲向王林 但却在碰到其身体外光影的瞬间 光影光芒惊天四目 竟然出现了一股反射之力 光的反射 光的折射 在这反射之下 那凶猛来临的毁灭冲击 骤然一顿 竟然刚与这光影碰撞 就立刻反射出去 直奔蓝丝族所在星域之外 向着那无尽星光宣泄 轰轰之声持续地回答 只是半住相后才徐徐地消散 光影消失 王林带着苦笑露出身影 在他的身前 那漩涡小球已然与风仙印分离 飘在那里散发幽芒 这融合之处也未免 太危险了一些 王林苦笑更浓 这一次他失算了 没想到强行融合之下 竟然会出现如此惊人的冲击力 但若就此放弃 却是可惜 王林身在星空 盯着那漩涡小球 眼中渐渐露出不干 片刻之后 他目光一闪 张口一吸 风仙印立刻收入口中 紧接着 他右手抬起虚空一抓 那漩涡小球立刻落在其手 被他一捏之下 骤然消散 与此同时 在王林的身体外 幽光积极闪烁 将他全身弥漫 随着王林心神一动 那幽光立刻暴增 以他为中心 向外疯狂的推动 转眼之间 就弥漫千丈 千丈之内 与外界格格不入 好似另开辟出的一界 事实也的确如此 呼风唤雨 与呼风遮天 与唤雨盖地自称一界 千丈呢 没有半点天地之力 有的全部都是王林的意念 在这千丈 他就是此界之主 既然强行融合不行 那么就换一个方法 王林身在千丈界内 张口间风仙印飞出 以这种方式 存在于了这呼风唤雨界内 在风仙印出现的瞬间 立刻就有一股排斥之力疯狂的传出 这股力量之强 竟然与阑山之上的阻力极为相似 在这惊天动地的排斥之下 风仙印内传出 碰碰之想 好似不堪承受 竟然出现了裂缝 这一幕 让王林的眼中露出了犹豫 就在他犹豫的刹那 风仙印上的裂缝 骤然更多了起来 其内那无数的战魂 更是凄厉之声不断 好似要面临末日 这风仙印是用雷仙界大帝做成的 经历了天节 几乎是无坚不摧 但眼下竟然在界内的排斥中 出现了如此多的裂缝 更要有崩溃的感觉 这让王林极为震惊 他清晰地感受到 这股让风仙印崩溃的排斥力 实际上并没有太强 只不过隐隐似乎有一种限制 这限制的存在 使得风仙印无法在这千丈内出现 更谈不上融合 护风唤语界有我意志 这风仙印也有我意志 两者不能相容吗 我偏不信 王林眼中露出坚定 毫不犹豫心神移动之下 却是千丈呼风唤语界 骤然收缩 轰轰之声瞬息惊天 在不断的收缩下 那风仙印的裂缝是越来越多 刹那间 风仙印崩溃 轰鸣之中 其崩溃的碎片膨胀 化作一片片 其内无数的禁止 更是崩溃 更是崩溃融入此界 竟然在这不断收缩的千丈界内 形成了天地 更让王林几乎呆滞的 则是那无数被他杀死的战魂 轰然散开 化作无数金光 落在了一处处碎片内 千丈界 收缩消散 融入了王林体内 但此刻的王林 却是蒸蒸地站在星空 许久之后才恢复过来 他神色极为古怪 隐隐透出无法置信 沉默中身子一晃 消失在了星空 出现时 回到了修真兴的山峰之上 盘膝坐下 待了半想 神色中依然还是难以相信 半炷香之后 王林双目一臂 心神散开 在他的体内 元神之上漂浮着一个漩涡小球 其内便是呼风唤语界 这呼风唤语界 尽管在王林体外 只有千丈大小 可在他体内时 漩涡小球内却是无边无际 眼下其内 好似一个世界 有众多大陆漂浮 这些大陆 均都是风仙印崩溃所化 在那大小不同的众多大陆上 存在着一个个战魂 这些战魂没有七力之声传出 而是一个个盘膝坐下 一股乳白色的气息 从他们盘膝的头顶散出 飘向上空 被此戒吸收的同时 竟然融入进了王林的心神 直奔其五道本源而去 王林的五道本源 在这乳白色的气息环绕中 我想在收到十三等 一族不断的膜拜之下 也有这种气息 在云海星雨 水稻子一战中 最后水稻子施展的神通 吸取的也是这种气息 封界之主的交谈 蓝梦道尊的点话 无不诉说着一个 让本源大成成为第三部大能的关键 门徒香火 门徒香火到底是什么 又如何诞生 这一点王林不懂 但眼下他在无意之中 把风仙印语呼风唤语界融合 弄出了这样一个场景 更是让他为之迷茫 这些战魂全部都是他一生所杀 但眼下呢 却是成为了 为他提供门徒香火之人 这是王林的造化 也是封界之主的遗则 更是一种几乎不可再现的异变 即使蓝梦道尊 也不可能想到 会在他传授的道之融合之下 出现了这样的变化 风仙印由雷界大陆敛化而成 而雷界身为四大仙界之一 在无数年前更是一员 风界之主尝试以此阻断 风界大阵吸收香火 想让界内之人也诞生香火所舍 尽管最终四大仙界被毁 但是仙界内的大陆却是在这天地间诞生香火最好的材料 若仅仅如此 却也不会有香火出现 但当年天节之下 这仙界碎片经历了天节炼化 就好像是天道为王林炼宝一般 把这大陆碎片生生的炼成了一件质宝 其内诞生香火的种种 更是在这天节下凝聚 被重新系列了一次 更是因为王林无意中把此宝当作洒斗成兵之用 其内自称生死化作十八地狱 吸纳了他一生所杀之魂 让他们不入轮回被禁锢在那里 日久天长之下 渐渐被那大陆内的诞生香火之力弥漫 只是这一切若没有一个契机将其开启 慢慢的也会消散 王林更不会发现战魂的异常 他们只是被诞生香火之力弥漫 而不会散发出半点香火之力 这个契机就是蓝梦道尊帮助王林 把呼风唤雨融合成了一截 就好似给了他无根之瓶找到了根之所在 再加上王林尝试着把洒斗成兵封先印 与此界融合 便出现了一变 出现了契机 出现了这样的一幕 尽管眼下此界内的战魂不多 香火之力也很微弱 比之水稻子二十亿门徒相差太多太多 但这是真正的香火 是成为第三步的关键 更是第三步修士疯狂争抢的盗宝 王林神色很是古怪 睁开双眼沉默片刻 不再去想此事 毕竟眼下来自蓝丝族外的危机尚未度过 即便是无意中弄出了这样的宝贝 若不解决那来自白衣女子的危机也是无用 目光一闪 王林右手虚空一抓 身前楚裂缝出现 一个巨大的止骨 从裂缝内缓缓地飞出 飘在半空 看去如同一块大陆 那骨神的整只止骨堪比一颗修真心 眼下尽管是半个 但那威严却是浓郁 王林在下方清晰地感受到 这止骨内蕴含的骨神气息很重 几乎成为了石质 但却无法吸收 在那气息内 依稀有一道意志存在 不容别人吞噬 盯着半截止骨 王林眉心中的骨神星点幻化 缓缓地旋转 试图去吸收 但最终还是失败了 拓森以星点吞噬之骨 此数极强 他更可吞第三步 打能壮大自身星点之力 不过这骨神之骨内蕴含了意志 他拓森想要吞噬 也定然是极为艰难 而且我并非没有办法吸收 王林目光一闪 右手抬起 再次抓向空间裂缝 其内幽光一闪 昆极边 卷着月氏族白发老者的元神 直接飞出 落在了王林的身前 那白发老者 元神紧闭 眉心月牙印记 闪烁 微弱月光 与昆极边对抗 这骨神鸡骨 既然被月氏族拥有 想必他们定然有一些方法可以利用 王林目光落在了白发老者的元神上 此人修为极高 与当年从羽界脱困的青龙圣皇相当 修为隐隐打倒了天人第四帅的样子 若是王林单独遇到 定然不是其对手 但此人在拓森的强悍攻击中却是明显不如 最终啊 更是被拓森重伤 更在枝骨崩溃的刹那 被其爆发出的骨神之力 重创肉身消散 即便是元神也被重创 这才给了王林将其抓捕的机会 只不过这老者修为极强 元神更是化作了实质 看比肉身一般 若非是鲲脊边的诡异 针对元神魂体有致命的遗迹 王林也同样无法将其封印 盯着白发老者的元神 狼林双手掐绝向前一指 立刻鲲脊边瞬息收缩 散发暗金之光 那白发老者元神立刻颤抖 脸上露出痛苦之色 睁开双眼冷冷地盯着王林 区区六星骨神 早年我月始祖杀了不少 即便抓着老夫的元神又能如何 老夫元神已然实质 不死不灭 那老者冷笑 索性双目一臂不再去看王林 而是尝试运转原理 只是在那困棘边中 却是一切都被封印 王林没有说话 而是右手一挥 血光弥满 那血剑闪烁而出 被他拿在了手中 向着白发老者的元神 是狠狠的一次 轰的一声 血剑是直接穿透 白发老者的元神 那老者发出凄厉的惨叫 猛地睁开双眼 死死地盯着王林 在其惨叫中 王林拿着血剑一挑 直接从老者的元神内 豁开 大量的元神 惊奇宣泄 被王林 一一吸入 之中 吞入体内 我无法杀你 奴族之人 也敢狂妄 王林声音冰冷 说话中 右手再次拿着血剑一挥 从白发老者元神 直接斩过 那老者惨叫 更距 全身颤抖着 盯着王林手中的血剑 眼中露出了恐惧 这 这是什么剑 王林根本就不回答 白发老者的话语 神色冷漠 右手拿着血剑 不断地挥舞 在白发老者元神上刺去 那老者凄厉的声音 随着时间的度过越来越微弱 他隐隐知晓了 王林的打算 眼中露出浓浓的惊恐 王林并未杀他 而是不断地削弱 尤其是在昆吉边下 这白发老者的元神 无法恢复 只能越来越惊恐地 看着元神惊奇流逝 甚至就连自曝 都无法做到 数个时针之后 这老者已然虚弱到了极限 体内原力大范围的流逝 伤口弥漫全身 尤其是呢 血剑蕴含了吸力 每一次从体内划过 都会吸走大量的生机 使得他痛苦中奄奄一息 就在这时 王林双目一闪 收起血剑的瞬间啊 右手抬起 狠狠地按在了 白发老者的元神之时 神石轰然而出 直奔老者元神 展开了搜神术 那老者原本虚弱的惨叫 骤然更凄厉地起来 身子颤抖 双眼露出疯狂的抵抗 但就在他抵抗的刹那 王林左手一挥 血剑再次出现 直接从此人元神内 轰然穿透 老者身子聚衬 双目抵抗之力崩溃 双眼呆滞 全身渐渐透明 好似随时可以消散 许久之后 王林抬起右手 神色变得极为凝重起来 那白发老者元神 完全透明漫漫的消散 但就在其消散的刹那 却是血光一闪 血剑直接从其天灵落下 贯穿全身 将其彻底毁灭 在其死亡的刹那 王林体内呼风唤雨节之中 一出大路之上 这白发老者的 魂魄幻化盘膝坐在那里 头顶散发出惊人的乳白气息 岳氏一族极为庞大 我与托森所灭 仅仅是一个部落而已 在这太古星辰岳氏族 还有三个部落 甚至在那正东方的部落当中 还有一个岳氏族的老祖宗 此人是第三部大能 而且在这老者的记忆中 他此生竟然没有见过掌尊 只是知晓掌尊早年 似乎界内一行重伤逃毁 一直在某处神秘之地 闭关疗伤 总和兰梦道尊的话 那掌尊被界内某一个存在 一吼之力仓皇而逃 此言可信 掌尊重伤闭关 就是不知其伤势到底恢复了多少 亡灵眼中寒光一闪 抬头看向天空 该离开了 那白衣女子想必还在外面等待 听小说 《仙逆》第1324章 走出蓝丝 古神奴之一族 岳族 此族在判出古神之后 自命为岳氏 这个氏字点出了岳族氏神之心 从此之后 再无岳族 而是岳氏一族 除此之外 岳族早年判古神之时 曾得到了来历极为神秘的一群人的帮助 这群人修为高深 神通极为惊人 与整个太古星辰的法术完全不同 尤其是有关封印之术 更是炉火春青一般 在他们的帮助下 岳氏族才拥有了叛离古神的信心与意志 只不过这群神秘之人的身份 时至今日 整个岳族都猜测不透 即便是那岳族老祖第三部大能 也对此知晓不多 传闻中 这群突然出现在太古星辰的修士 与许多足落有过交流 但却与远古先遇的八妃 似乎没有什么关联 岳氏族这个氏字 便是这群人的点化而来的 更是传出了一套诡异莫测的神通 此神通可以使得岳族之人吸收古神之力 亡灵目露沉思 他搜索白发老者的记忆 得到了这套神通 此神通并非完整 名为青云灵术 并非人人都可修炼 而是需要一样名为灵种之物 这灵种 当年那群人篱下时留下了一些 寄生于岳族族人体内 会渐渐的成长分裂出更多 岳氏一族也正是凭借着这青云灵术 把当年大战中死亡的古神吞噬 使得其族发展到现在 成为太古星辰的大族 沉默中亡灵神色有些阴沉 他知晓得越多 便越是感觉诡异 隐隐有一层层迷雾遮盖天地 若不破开这迷雾 便无法知晓全部 目光闪烁 王林右手一挥 身前那巨大的古神 植骨收入楚裂缝 争了一番 他回头看了一眼大地 身子一步迈出 离开了这修真星 出现在了蓝丝族星域内 星空璀璨 身在其内 王林看着远处星空 脑中浮现 之前看到白衣女子那诡异的一幕 只是在她的心中 却是一直有一个猜测 许久之后 王林压下心头的猜测 默默地望着 蓝山所在的方向 阴影地 她好似看到了李千梅 看到了蓝猛道尊 眼中露出复杂 王林暗叹 转身化作长虹 直奔蓝丝族心域外击齿 尚未走出蓝丝族星域范围 王林前行中就有波纹 在其脚下回荡 弥漫之际 他身子刹那消散 融入天地 消失无影 唯有那波纹散开很远 渐渐地消失在了星域内 王林离开了 在他离开的瞬间 蓝山之上的蓝猛道尊 仍然摸索着古琴 没有抬头 在他旁边 李千梅默默地打坐吐纳 好似没有任何察觉 缩地成寸 融入天地 几个呼吸间 在这太古星辰一处星空中 骤然就有波纹扭曲 在那波纹的中心 隐隐好似要出现一个身影 在这波纹外 星空中却是诡异地 漂浮着一个白衣女子 这女子不知何时 出现在了这里 似乎前一夕还在蓝丝族外 下一刻就已然站在了这里 他平静地望着那波纹 等待其内显露出的身影 但就在这时 那波纹的回荡 却是突然有了变化 其内那将要走出的身影 隐隐地似乎再次迈出遗物 瞬息间 波纹剧烈 回荡之中扩散 直至越来越弱 最终波纹消失在了星空 那白衣女子双眸第二次露出奇异 他默默地望着波纹消失之处 身体渐渐化作一片虚无 太古星辰的另一处星空 白衣女子身影出现 在他出现的刹那 他好似未卜先知一般 在其身前又有波纹回荡 只是如方才一样 这波纹啊 刚一出现 就立刻剧烈 但是这一次 这白衣女子却是抬起右手 御指向前一扫 无声无息间 那圆形的波纹连衣骤然一顿 好似被一道利刃斩下 从中间一分为二 就此碎裂 在其碎裂的瞬间 这白衣女子所在的星空中 天地原力骤然狂暴 化作阵阵咆哮横扫 形成了一个 弥漫了数万丈的巨大漩涡 这漩涡轰轰旋转 轰天动地 一切神通都将在这漩涡内 失去作用 在那波纹碎裂 漩涡出现的刹那 亡灵的身影从虚无内闪现而出 他双眼瞳孔内的舞蹈本源 隐藏使得他可以看到那漩涡 内的白衣女子 阁下几次三番阻我离去 不知何意 亡灵神色平缓声音平静 那女子没有说话 右手抬起向着亡灵 一指按去 这一指之下 星空中的漩涡发出 轰天的轰鸣 转动更快了 随着其一指漩涡是瞬息打倒了 极致直奔亡灵卷去 亡灵好似身在泥潭 在这漩涡中似乎无法挣脱 那漩涡呼啸冲击而来的 刹那 他右手一挥 顿时在其手指外两条 陆寿幻化 环绕中爆发出千万剑气 剑气轰轰 形成一股惊天动地之力 向着四周漩涡横扫 轰鸣之声弥漫 那漩涡在剑气中略有一顿 王灵身子急吃后退 就要脱离这漩涡 那白衣女子神色平静 望着急吃后退的 王灵右手再次向前 一指点去 一指之下 在王灵身后的星空 立刻幻化出了一只大手 此手散发出 玉芒出现之后 直接向着王灵狠狠一抓 那大手出现的太过突然了 而且速度极快 几乎在其出现的瞬间 就立刻抓住了王灵 将其狠狠地握住手中 与此同时 这女子轻步走近 跨过漩涡 瞬息间就来到了王灵的身前 二人之间不足半丈 这一切都是在电光火事件发生的 快到不可思议 似乎在其前面 王灵没有任何的抵抗于反击之力 你到底是谁 王灵没有征扎 任由那手掌抓着自己 冷冷地盯着身前 那模糊的白衣女子 沉生道 蓝飞 楼兰 那白衣女子望着王灵 第一次对王灵开口 其声音很是好听 带着一股奇异的魅力 远古霸飞 王灵目光一宁 那白衣女子点头 青脉绣布 站在了王灵身前 不足七尺之处 隐隐的似乎有一股忧香 从其身上散出 溜入王灵的鼻尖 但她却什么也没有问到 我本不想现在就吸你神性 但你既发现了我 也就无法让我再等下去 这白衣女子轻声开口 距离王灵已然不足七寸 两个人几乎是面对面 白衣女子的容颜似乎也没有了模糊 清晰地落在了王灵的眼中 在看清这女子的容貌的刹那 王灵双眼瞳孔猛的一缩 心神骤然雷鸣 轰隆有了刹那的恍惚 那女子的容颜赫然就是李木碗啊 在王灵神色出现恍惚 心神震动的瞬间 这白衣女子双唇微张 吐气如蓝 轻轻地一息 一息之下 王灵眉心古神星点 骤然幻化 急速地旋转 隐隐地从那星点内 竟然有一丝丝金色的细烟飘出 那白衣女子一直平静地神色 在看到这细烟的瞬间 立刻有了激动与贪婪 一息之下 那金色的细烟啊 就要被其吸入口中 但就在这一刹那 王灵的双眼恍惚不再 取而代之的 则是一片清明 即 一字如寒风出口 瞬息间在王灵身体外 骤然幽光积极闪烁 却是一道黑色的光芒 从其身体内爆发 向着外围横扫 呼风唤雨节 蕴含了王灵门徒香火的一节 在这一刹那爆发 那白衣女子距离王灵太近 此刻幽光刺目之下 随着呼风唤雨节的疯狂蔓延 转眼之下 就弥漫千丈 那白衣女子更是在这 呼风唤雨节的推动下 身子不由的后退 他神色骤然一变 与此同时呢 王灵眉心的金色细烟 在这呼风唤雨节出现的 一刻顿时收缩 半点没有被这白衣女子吸收 尽数回到了星点之内 血光滔天 血剑一闪而出 在王灵身体外是极极的环绕 穿透了抓住其身体的虚幻御手 轰鸣之下 那御手崩溃 王灵身子立刻就脱困 方才的一切 均都是王灵故意为之 他的目的就是要知晓着 白衣女子的身份 以及他到底要干什么 我又知晓了这些 他才可以从容对抗 更重要的是 以此冒险 印证一个王灵 自从看到着白衣女子后 心中的猜测 那白衣女子 尽管被呼风唤雨节 推出了千丈 但双眼却是露出寒光 右手抬起虚空一挥 立刻在他身前就有轰鸣出现 却是一道巨大的 星空裂缝幻化 好似要吞噬一切直奔 王灵而去 他的身体更是一步迈出 王灵冷笑 身体外千丈之界 骤然收缩 弥漫身体 十丈外形成防护的同时 他右手抬起一指星空 口中含声道 若你本体前来 我自然不是对手 但这区区分身 却是无法骗过我双眼 王灵的话语说出的瞬间 那白衣女子面色骤然一变 却是从未想到过 王灵竟然能看出 他只是分身 定然是蓝梦道尊告知于你 那白衣女子说话中临近 翻天印 王灵指着星空的右手 立刻成长 向下一番 其双目瞳孔中 星空逆转 外界星空 立刻随之变化 我说 仙匿 第1325章 投影分身 轰鸣回道 整个星空在这一瞬间 轰然逆变 星空本没有天地之分 但此刻 王灵心神蕴含了天地 却是在这一番之下 在它四周立刻出现了 无尽的虚影 这虚影看似云雾 刚一出现就弥漫星空 那云雾翻滚云涌 其内传出剧烈的轰鸣 仅仅是刹那 云雾一分为二 其内厚重之物下沉 成为了大地 其内清零之物上升 在这星空中 在这大地上 化作了天 天地出现 这一切都是片刻完成 在那白衣女子 神童与自身前来的刹那 随着亡灵右手 一番天地轰鸣 却是那大地 骤然逆转 成为了天 而天空在旋转之下 成为了大地 就连那白衣女子 其身体也不由地 随之而动 逆转开来 你一路跟随 与图谋在下 改杀 亡灵右手向下 狠狠的一案 天地轰轰 乃成为了天的大地 轰然下沉 翻天覆地 随着下沉 整个虚幻而出的天地 剧烈的颤抖 一股无法形容的 威压 骤然而起 让那白衣女子 神色一变 蓝梦道尊的翻天印 她竟然将此神通传逆 这白衣女子 身子前行之势停顿 此刻其身子处于逆转 之中双手掐绝 唇内传出阵阵低语 一道白光 从其身体内散出 与这翻天之神通对抗 但那翻天印 乃蓝梦道尊大神通之一 此刻施展开来 天地轰鸣不断 那成为了天空的大地 轰然砸下 直奔下方天空而去 这白衣女子施展的裂锋 立刻崩溃 其身体内散发的白光 也在这一刻瓦解 其神色巨变 在这危急之时 张口吐出一枚玉佩 那玉佩一出 整个天地星空 轰然一震 与此同时 这玉佩漂浮在白衣女子身前 形成了一道白色防护 轰轰之声 在这瞬息间是传遍星空 大地与天空 在这一刻重叠 那无形的压力 暴增 画作更为剧烈的轰鸣 星空都要崩溃 出现了大量的裂缝 天刻之后 一切烟消云散 虚跨而出的云雾天地 在重叠的刹那消失在了天地之中 但其存在时的毁灭 之力却是仍然回答 在那充满了碎裂的星空中 白女子面色苍白 双眼露出杀鸡 其身体外的玉佩环绕 使得她在翻天印下 并未死亡 区区投影分身 只不过天人第三帅的修为 也敢一路追踪图谋于我 若非你身影诡异 让人无法察觉 的确将我震慑时日 否则 我早就将你灭杀 从你当初第一次被我察觉之时 我就一直心存疑惑 你若真是第三不大能 岂会让我轻易走掉 你若真是实体 又怎能方才在我心前 而我却没有闻到丝毫 你若真是本体 又怎能在这翻天印下 需法宝对抗 王林冷笑 她言辞如刀 字字落在了白衣女子的身上 这是她始终存在的猜测 故而为了证实这猜测 她没有选择离开逃顿 而是要与这白衣女子斗一斗 若此人真是第三不大能 她即便缩地成寸 怕是也难逃顿 但若此人不是 她王林也绝非好惹之辈 你区区没有血肉的投影分身 惜我所谓神性 竟然还要用幻术 化作我心神之人 单单这一天 你就必须要死 王林说话中身子向前 一步迈去右手一挥 身前环绕石杖的呼风唤雨 皆骤然暴增 之间蔓延千丈 其内众多碎片大陆上的战魂 更是飞出 成千上万密密麻麻 发出凄厉的咆哮 直奔白衣女子而去 那白衣女子面色阴沉 她不得不承认自己小看了对方 遇到王林本是偶然 在她想来 本是万无一失 但却没有想到 仅仅是一次见面就被对方看出了端倪 第二次见面交战 自己更是处于下风 可惜本体无法前来 否则 白衣女子眼中寒光闪烁 但却在这时看到了 王林呼风唤雨剑的无数的战魂后 立刻深思再次有了变化 这 这是 在这白衣女子的震惊之下 无数战魂冲出 弥漫在其四周 这些战魂身上 更是充满了乳白色的气息 环绕之下 展开了轰然攻击 轰鸣不断 那白衣女子立刻后退 双手掐绝之下 右手抬起虚空一抓 立刻就有一道黑光凭空出现在 其手中积极闪烁 灭灵之光 白衣女子眼中杀技闪 右手骤然放下 向着四周来临的战魂一挥 那黑光 骤然散开 就在与这些战魂 碰到一起的刹那 这千丈呼风 唤语界立刻 涣散 化作了成千上万份 环绕在每一个战魂四周 与那黑光对抗 轰轰之声惊天动地 那黑光之下 战魂起起后退 但却没有损伤 全部的攻击 均都被外围的呼风 唤语界抵消 那白衣女子不断地后退 转眼就退出了数千丈 王林身子向前一步迈去 临近白衣女子 这白衣女子身体外 又预配环绕防护 不怕受伤 此刻右手在此抬起 黑光瞬息间 更为浓郁地凝聚而出 片刻间 竟然化作了一把 黑色的长剑 此剑一出天地色变 星空更是传出了昏明 那白衣女子死死地 盯着王林 右手一挥 顿时那黑光长剑 即使直奔 王林而去 王林目光一闪 在那黑色长剑 来临的刹那 双手掐绝 口中清土 光影端 此言一出 立刻是星空 所有一切光芒 是骤然 积极临近 星辰之光 星空之芒 甚至一切尘埃光辉 还有那些肉眼 看不到 但却真实存在于 星空中的一切光束 在这一瞬间 疯狂地凝聚在 王林的身体外 光芒万丈之下 一尊巨大的光影幻化 那黑色长剑临近 轰然间就与光影碰到了一起 轰鸣惊天动地 不断地回荡轰击 王林身体外的光影 散发刺目光芒 那黑色长剑 落在上面使得光影 崩溃了大半的同时 却是被一股反射之力推动 轰然间折射而出 竟然调转方向 直奔白衣女子而去 白衣女子在看到 王林光影盾的瞬间 双眼瞳孔是猛的收缩 身子急急后退 但那黑色长剑速度太快 轰然追上 落在其身体外 轰鸣巨响 这白衣女子面色更为苍白了 身体外阻挡了 黑色长剑的玉佩 更是有了微弱 但这一切还没有结束 再折射了黑色长剑的刹那 王林身子是一晃而出 右手抬起虚空一抓 立刻血光滔天 却是那血剑在手 向着前方狠狠的一展 给我死 吼声中 血光是惊天而起 照耀星空 化作了一股滔天煞气 直奔后退中的白衣女子 这白衣女子面色大变 急急后退中 双手掐绝 化作无数防护在身 但是那血光太快了 轰然落下 直接展开无数防护 与那玉佩碰到了一起 轰鸣震动天地 星空颤抖 那玉佩发出了清脆的咔咔之声 却是从其上裂出了一道缝隙 白衣女子喷出了一口鲜血 身子以更快的速度后退 更是模糊之间 竟然失去了身影 看到那女子喷出鲜血 王林眼中瞳孔一缩 心神一愣 她的分析与猜测 这女子只不过是投影分身 并非拥有实质 但眼下看来 竟然有鲜血 眼下交战来不及多想 王林眼中杀机闪烁 拿着血剑直接追出 双目五道本源疯狂的旋转 一早之下 却是再次看清了那白衣女子的身体 血剑狠狠的再次一战 本尊救我 那白衣女子神色凄厉 后腿中是猛的转身 张口含出咒语 双手向外一挥 立刻其身前那碎裂开的玉佩 顿时是光芒四射 一只洁白如玉的手臂 从那玉佩光芒内虚幻而出 向着追来的王林轻轻的一点 这手臂的出现 刹那间竟然使得星空停顿 一切运转是骤然静止 全部光芒都暗淡 在这一指中浑然失色 仿佛整个星空在这一瞬间 完全彻底的被这一只手臂取代 被这手指按去的轨迹崩溃 在这手指按下的一刻 一股生死危机轰然从王林体内爆发 这危机之强超过了当年的水稻子 王林前行之俗是骤然停顿 毫不犹豫双手一挥 弥漫在身体外化作成千上万的呼风唤雨剑 是瞬息融合为宜 在其身体一丈外环绕 更是在这一刹那 光影盾再次被王林施展 惊天之盲弥漫在身体外化作了巨大的光影 就在这时 那洁白如玉的手臂 十指按下 碰到了王林身体外最外围的光影盾 一碰之下 光影盾立刻颤抖发出不堪承受的声音 竟然出现了崩溃 随着其崩溃 阵阵反射之力轰然而出 与那手指对抗 但最终却是没有让那手指有半点停顿 直接穿透了光影 使得光影盾彻底瓦解 在其瓦解消散的刹那 这手指又落在了王林身体外的呼风唤雨阶上 刚一碰触 立刻此界剧烈的颤抖 其内无数战魂更是凄厉 乳白色的气息从那身体上散出环绕此界 与那手指展开了对抗 对抗